企業除了會賺錢 到底我賺的錢 我有沒有可能去改善那一些 需要被改善 或者是需要被照顧人的身上 第一胎是補助五萬 生第二胎補助十萬 第三胎的時候補助十五萬 如果你是雙胞胎 那我就乘以二 補助你雙倍 養育的部分 我們希望減輕它是從一歲到三歲 一個月我們就補助它五千塊 當你有小朋友的時候 那等於是你的人生的另一個開始 那在你的第二個家人 願意這樣支持你的時候 相對的我會願意為這個公司付出更多 我小工作 不准利 然後被朋友介紹 拿彈奶 這公司很不錯 所以我來這邊面試 我們為了這個事 我們去鼓勵一些 請索儀老師來教 教索儀 或者是我們想辦法把那條生產線 盡量用文字去表達 或者是用警示的方式去表達 讓它在遇到困難的時候 不用嘴巴講 用目視去協助的 言語聽章的部分 所以這個聽章生產線線 就在差不多兩年前 三年前我讓它成立了 反而現在我們看到一件事 它是所有公司 整個製造現場 離職率最低 他們事實上是找不到機會 並不是他們先 比身心健康者他们不愿意去付出 一样去禁用一点点 那我相信这一些身脏者的家庭会减轻引头 那我觉得这个时候我们会让这个社会觉得 雇用身心障碍没有障碍 雇用身心障碍会帮自己带来更多 我想他们健康 所以我更希望推行的就是 跟义山举脚踏车 这已经是变成公司的另外一个 常态性的一个活动 他们从过去认为不可能 到可能到愿意去接受 这个每一个过程中 也让我自己把自己的身体去锻炼好 所以我的想法 出发点是为了他们越来越健康 希望他们活得长长久久